已经对恶化两岸关系了 台方他解决这个他也没诚意 也不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就是一句话 三个关键词 真相 道歉 赔偿 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应有之道 正确之道 人道之道 因为出了两条人命了 人道之道也要强调 现在已经在福建海警已经出动 在夏金水域已经进行执法巡查 而且已经登临金门方向的一个游艇进行巡检 那么应该说 这个动作意味着今后 夏金水域会形成新的治理形态 和新的治理秩序了 台海地区本来就是有一些紧张的因素 那么在这个特殊时候 他又发生这个事 他说他处理不当 是吧 他不给予合理的处理之道 那么这对两个人很不利 对他伤害大陆同胞的感情 也伤害两岸同胞的情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